彩色灯笼带出慧安古城氛围 墙上各式画作及摆设 怎么看都充满越南风情 因为老板娘冯玉英 正是越南来的新住民 把家乡的道地气息搬来台 更用一道道料理 凝聚同乡在台的思想琴 大量香茅 红葱 蒜末入锅搅拌 越南料理很注重手工和天然香料 要做道地排骨就不得马虎 经过适当揉捏 腌制入味 再放入油锅 盖过排骨的油量 能逼出完整酥脆感 直到表层上色即可起锅 越式风味的排骨可以有清爽搭配 米线 生菜配料 以大块排骨覆盖 鱼露是越南料理的精髓 更是老板娘冯玉英精心烹煮调配的 和各式料理的混搭 独特的清爽 更能带引出不同食材的风味 另一个比较饱足感的做法 则是搭配白饭 同样在清脆生菜左胃下 有鲜香鱼露散发清爽酸香的 加上鲜甜白虾及肉片叠加口感 紧密卷起 透明春卷皮透着内馅 色彩丰富的天然食材 光视觉上就激发食欲 而越式春卷有两种做法 越南的炸春卷 里面的料理有我们的绞肉 还有芋头 红萝卜 还有冬粉 层次丰富的内馅 通通都要包进春卷皮内 一一定型 下锅油炸 洁白外衣经过高温逐渐转色 Q韧的春卷皮也变得酥脆 薄而酥脆的翠尔参 购物仁食欲 搭配着生菜及蘸酱一起入口 仍保有清爽 没有油炸的腻感 而是多了轻盈爽口 清脆感 我经常要看到我的菜漂亮新鲜我才满 猪肉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做那个扎春卷 扎春卷我们需要那个绞肉嘛 绞肉每次我们绞了四十斤 有时候八十斤 但是我经常要在老板娘旁边看她搅肉 而且她觉得你很烦 每次搅肉就在旁边 二十一年来 你要有开店 就会亲自到市场挑肉 买菜 这是她对品质的基本底线 即使在内也都不一定会斜 有很多朋友开了餐厅跟我讲说 你直接叫那个菜盘 他已经帮你做好了 就菜切好了 洋葱切好 全部做好了 运送过来 你不要省了很多那个能力嘛 后来我觉得还是不用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去买回来的东西比较新鲜 我自己切我觉得比较难心 为何如此坚持就得听冯玉音 唯唯道出二十年前开店卖越南小吃的契机 那个时候中介公司 我在中介公司在上班五年 中介公司瘦小那个规模 后来就同事该走走了 该去离开离开 后来觉得还是我自己要想开一家店 拿当翻译的积蓄砸钱开店 但可不是越南人开店 同乡就会买单 根本不懂料理的她 只好拨了通越洋电话 把妈妈请过来 好了 妈妈说 你完全什么都不会煮菜煮饭怎么开店 后来我就拜托妈妈 因为我的梦想是要开店 因为我来台湾的话 刚开始要是越南店真的找不到 所以就一直说服妈妈 妈妈愿意来台湾 好了就飞来飞去 大概在台湾一个月又飞回去 飞回去又办那个签证 签证通过的时候又飞回来 因为依亲有限制 冯玉英的妈妈就这样当了大半年的空中飞人 手把手传成故乡料理 让冯玉英对于端上桌的美味很有自信 因为那个时候中立的话 我们是第一第二家开这家店 对 所以有很多我们的新住民知道我们这边的 而且有妈妈来叫的话 它一定会好事 开店不只是因为想念家乡味 更是议员自己的创业梦 靠着妈妈传授的道地好手艺 台湾客人也越来越多 现在店内越南与台湾老饕各占一半 让母亲的爱通过料理持续蔓延 我们下期再见